那么默忽一个朋友的关系 朋友两个字 意思也很深 朋友是同事 有是同志 有比朋友更清新 所以志同道合那叫同志 人类不出这五大类的关系 懂得这五种关系 就由尊卑礼尽 自然也就形成了 我们对尊长会非常恭敬 有理解 对完辈 我们会很慈悲爱护他们 教导他们 给他们做一个好榜样 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学会 这个理念 教育 现在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道德 吃法这个 没有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 每一个宗教都讲 你做善因 一定有好的果报 造作不善的 一定有不善的果报 所以我保 人 懂得能力 社会就有秩序 就不会混乱 人 懂得道德 就不会做坏事 做坏事是良心不安 那懂得因果呢 不敢做坏事 做坏事有不好的果报 有灾难 所以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整个世界社会动乱 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虽然很多 缺少了伦理 道德 因果的教育 那么这三种教育 恰好 宗教 可以 弥补 每一个族群 传统的教育 多偏重在 这三方面 也可以 弥补 前年 我访问 梵蒂冈 陶然 主教 代表 教皇 我们交流 谈了六个小时 两天 一千三小时 讨讨到这些问题 如何把宗教带回教育 我训养